首先感谢我们追法法师对我的介绍 一举过分的赞美 再来感谢我们佛学院对我的邀请 使得我们有这个法缘 希望短短的几个课程当中 弥陀的加持让大家发喜充满 先稍微介绍我的一些过程 佛教的核心教理 是从解脱每一个人的生死 轮回之苦为出发点的 是以成佛为终极目标的 这是佛教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色 佛教在怎么样的横说 述说 谈选 说妙 在怎么样的弘扬 广大 信众 变多 但 如果 离开了这个特色 那就不是佛教 就成为是其他的宗教 或者是民间的社会的活动性 或者是慈善的事业 所以佛教有它的特色 启发点 在于追求 解脱轮回之苦 终极点 在于成就 每一个人的法身费命 就是成佛 那我的出家 也是 着眼在这个 基点之上 当然 每一个人的出家 都有他的因缘 有近的因缘 有缘的因缘 从缘的因缘来讲 我小的时候 看到附近 邻家 做商事 一般民间 商事 都是 塞工 请塞工 然后呢 搭这个棚 塞工 庄 两边 都会挂 石垫眼罗 大家有印象吗 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 小小的心灵 看到人 死了 而且呢 还会到严罗网的便前 去报道 受严罗网的审判 刑法 而那种刑法 真的是 惨不忍睹的 是 难以忍受的 苦 不堪眼的 那个时候想到 哎呀 人会死 死了 还会苦 那想到 我的 祖父祖母会死 我的父母会死 兄弟会死 将来 我也会死 一家人团聚 是多么的恩爱温暖 可是终有一天 人人人 都会各自离开 同时到那种地方去 所以小的时候 对这个无常观 还有轮回 还有苦空 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不久之后 我的阿公 祖父阿 也往生了 十七岁的时候 我的祖母 也往生了 让自己感觉 世间 是无常的 所谓 无不破之家 无不败之果 无不死之人 十几岁的时候 也曾经读过 私俗 因为 我出生在台南寺 台南寺 是个 台湾算是古都 那里的文人 所谓人文飞翠 小的时候十几岁 就是小学毕业 每天晚上 就去读私俗 读私俗 读私俗就是 一般 先从三字经开始 然后 人生必读啦 习识广文啦 千字文啦 孝经啦 又学穷伦啦 四书啦 古文观止啦 这样一系列 读下来 这样一系列 所读的 都是用汉文 譬如 《三字经》 人之初 选本贤 选相金 选相远 选相远 选不高 选耐千 搞之得 鬼亿专 选命末 选人处 选不高 断基土 是这样 背下来的 当读到 《人生必读》里面 就有说 《坏塞宿宽允忧忧募足》 《吉条三竖忧心病》 《坏事劝忍修莫作》 《举图三词有神兵》 那這個就是一種鬼神啊 乃至因果善惡的一種教理教育啦 各位對不對 那小小的心靈是比較淳朴 讀到什麼就會信到什麼 也希望落實到什麼 讀啊讀啊又讀到 父母 溫沁 終屬別 父切 疑中 也分離 人生 數尿 冬念 修 代憲來時 國主輝 這是台語 雲南語 漢語 我這樣念大家聽得懂嗎 聽不懂的請舉手 好 館長 父母 恩生 終須別 夫妻恩愛 也分離 人生 似鳥 同齡素 大陷來時 各自飛 那麼 讀到這樣的句子 所以從小就有了苦空的 無常的 還有 善惡報應的觀念在裡面 這一些都促成出家的原因 還有 這個閩南語 台語就閩南語 閩南一帶的語言 閩南語也叫做河洛化 和 就是河南 洛 就是洛陽 長安 那一帶 所以 台語是我們 漢民族 水塘時代 中原地區的固有語言 那我們 水佛 宋經 如果能夠用 閩南語練的話 那就很合乎 當時的音節 因為 那個時候翻譯經典 都是用閩南語 都是用漢文 古文所翻譯的 當然像 阿彌陀經 金剛經 剛剛大家宋令的心經 其實在當時 還是算比較白化的 怎麼講呢 譬如說 賈采 拜佛 這是宇蘭話 北京 話是佛 南無阿彌陀佛 宇蘭話是佛 佛 就是泛音 佛達 所以這個佛 是道道地地的 泛文 可見 宇蘭話是延續著 水塘 河洛 中原 那個地帶的語言 一直到現在 所以它呢 陰節是很文雅的 很喜歡這個閩南話 它很優雅 而且有陰節 所以異仰遁措 我們讀這個 唐詩三百首 千家詩 這個用北京話讀 用現在國語讀 是沒有陰節的 有些韻也不準 那如果用閩南語的話呢 那就很道地 選用平一首詩 因為一首詩講平手 講押韻 講對相 平手 譬如說 好 拼拼坐坐 拼拼坐 平平坐坐 平平坐 坐坐平平 坐坐平 坐坐平平 平坐坐 平平坐坐 坐平平 它都有这个平坐音 上下音 都很清楚的 押韵也是一样的 那么 到了十几岁 那个时候呢 也去参加软堂 软等 软堂就是伏击 软等伏击 然后这个神明贵胜来俯身 然后借着他 鸡桶本身拿着陶笔 写诗 写文 主要是劝善 那么 那个鸡桶都是比较朴实老实的 同时呢 学问不高的 可是一旦神明抚身的时候 他所写出来的诗就是诗 吻就是吻 好不用费很多的时间思维修改的 那因为是不是一首诗 对我来讲很容易判断 就是它合乎不合乎评证 有没有押韵 所以写出来的那么的典雅 那么的意味深厚 而且都合乎当下的场景啦 或者是他要劝善的这个目标啦 所以一看就晓得不是鸡桶本身所写的 所以那个时候更映生了我对离开了人的眼耳之外 还有一个世界 一个境界 而那一种境界呢 比我们高超 就是厉害 同时他也有各自不一样的阶级 高低的阶级 那小的时候也曾经一段期间睡觉之前 都会送一片金刚经 送完了才躺下去入睡 也看过普门品啦 阿弥陀经啦 因为在软堂里面 软堂里面所谓三教合一 所以都会有三教的经书 如是道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可说心智未开 对阿弥陀经所讲的 黄金铺地重宝楼阁 对普门品所讲的 入水不腻 入火不烧 就是没能启发信心 认为世间哪有这种地方 认为火本身就是在燃烧的 水就是会淹的 那有时候入火不烧 入水不淹呢 但也不是很怀疑啦 总之因为由于道理不了解 所以信心不能建立 当然在当兵的时候 刚好陈慧健老居士写出了红衣大师传 那时候买回来 也看得很着敏 很相应 里面呢 红衣大师常常 时不时的到那里都念一句 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那个时候 对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民国66年 已经28岁了 春天 才看到了几本现实的现代人 现代式的感应的灵异的事迹 那个时候 我的人生180度不 360度的大转变 因为一直以来 我时间 我都是看书 看得离不开我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 因为我个性比较内向 坚默 寡言 也不会跟人家聊天 也不想到哪里去逛 去游乐什么岛 有时间都是在里面看书的多 即使上班 那个时候在高雄上班 我负责的职务就是仓库管理 那仓库管理出货 进出货不多 旁边又有会计小姐 那会计小姐很体谅我 所以什么工作都是她承担起来做 让我有时间到旁边看书 或躲到地下室去看书 那么66年春天看到了有关现代人 圣代式的灵意感应 从此呢 我所看的就不一样了 就完全是佛教的 只要佛教的书 不管是哪一类的 都会尽量收藏 尽量去看 同时呢 也早晚都打坐 练佛 那个时候有机缘 请了一套丁福堡 居士 所编的佛水重书 可是那个时候呢 并还没有想到出家 只想到依陈海亮所写的 所倡导的 在家居士就是要建设佛化家庭 因为想到一个人 总要结婚建立家庭 开创事业什么的 不过那个时候 我对男女这一方面的感情啊 事情啊 好像智慧没开 也是懵懵懂懂的 也没有那个心去追求 尽管已经28岁了 所以一直没有对象 最后一想 哎呀 不能结婚 一旦结婚的话就被绑住 而且所想的可能过多的 也没有对象 我们自己信仰 可是兄弟并没有 父母并没有 可见要影响旁边的人 是不容易的 同时 既然有三二报应 有三四因果六道轮回 可见呢 今生今世 最重大的事情 头等的大事 头等的大事 绝对性 无可比拟 不能妥协的大事 就是 假借现在的人生 解脱生死轮回 不然的话 所谓一时人生万且难复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重大的 而且难以达成的 因为那个时候 我上班的路中 都会经过一个寺院 那个寺院的大门 那个寺院不大 山门也很小 可是山门呢 就是写了一个对联 什么对联呢 这个对联也是耳熟能详的 就是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生 每天早上上班 都要经过那个地方 一看到这一首对联记字 幾乎呢 都是触目惊心的 所以就想到 哎呀是的 没有错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生 我们本身的生死轮回 必须解脱 各位联友 生死轮回需不需要解脱 需要 那生死轮回的解脱 都有一个关键 是什么关键呢 人生 六道轮回当中 只有获得人生 才可以随否修行 才能够解脱生死轮回 所以六道之中的人道 非常的重要 无比的重要 无比的重要 所以佛陀说 生而为人 如同进入宝山 所以唯有得到人生 是一个解脱的生死轮回的基础 必要的条件 必要的条件 它是基本的条件 还不是充要的条件 但总之 已经得到人生 又闻到佛法 那我看了这么多的经书 我不以了解佛教的常识 是教理 为满足的 这一些都是方便教育 目的是为了寻找一条 我自己能够解脱的道路 还有我的亲人 其他的人 也能够解脱的道路 所以必须要呢 广泛的涉猎 一方面 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佛法浩暗 三藏十二部经 各个宗派 都很玄妙 再怎么样呢 都要去理解 同时呢 寻取好意 也是人的本性 有什么地方 比较奇特的 奇特的人啊 奇特的事啊 再远 也会去参访 类似这样 所以我就想到 要解脱生死轮回 必须专修 没有那么容易的 因为 这是一件大事 往往大事 是比较艰难的 何况 生死轮回的解脱呢 所以 又想到 无量寿经 有讲 往生有三倍 其中上倍 必须出家 那我现在 刚好 自有之身 可以出家 将来往生的话 能够再上倍 当然 无量寿经的意思 不是这样 不过那个时候 还没有修随善导大师的教理 所看的都一般的 不是那样 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如果 有继续学这个 纯正的净土教理 就会了解 无量寿经所讲的三倍 或观无量寿经所讲的九品 到底背后的含义 是在显示什么 是在开示教导什么 那个时候 刚好佛光山要举办三坦大戒 三坦大戒就是出家戒 那我想正好 就 宣出家相 同时也接着受戒 那个时候的学佛 都是自己去找书来看 没有参与道场的供修 那个时候的观念 认为 所谓出家 就是深山古叉 远离红尘 而且呢 过着很淳朴的 很简单的生活 它主要就是一心向道 一心修行 那个时候的观念是这样 那小德到佛光山去 要担任执事 甚至呢 还要带领这个 一个团体 就是 念佛 念佛 那种种事物很忙 那个时候 自己所修水的 主要是两门 一门就是禅 一门就是静 禅 当然也没有经过禅师的教导 都是看禅宗的语录 然后平常打坐 思维 那再一门就是念佛 这是抱着一种 讲不好听的 就投机的心理 怎么投机呢 讲到禅嘛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如果今生能够开悟的话 能够见性成佛 今生就能够有一个成就 那不管成就怎么样 然后呢 也希望能够将来 往生极乐世界 这也是一种保证 禅宗有成就固然好 那如果没有成就的话 至少可以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那假设禅宗成就 又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即使更加的高超 到了出家之后 慢慢才晓得 禅不容易 在当生 在那个时候 真正的禅师 很少 不晓得谁是真正的禅师 一反省自己 自己也不是水产的料 所以就老老实实的练佛 还有那个时候是很懊悔 为什么直到28岁才出家呢 应该是当兵回来就出家 像我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在社会上的 不适合上班的 但因缘就是这样 28岁在那个时候算是老了 人中28岁没有结婚 已经是老怕死 你中25岁没有结婚 人家就说是老畜名 那现在当然不一样 所以在座如果有年轻的 想到要当生成就广力众生 那就要把握时间 不要犹豫 那个时候专一练佛专修练佛 最后一想 哎呀 练佛 因为那个时候有接触的净土教理 很少 顶多净土食药 运光大师文操 这个金华路 还有佳严路 再来就是毛领允所写的 那天佛法药 或者道远 长老所写的佛堂讲话 那个时候的净土的书很少 有一个玄空老法师也写了几本 那么那个时代的这个弘扬净土的 法师就是道远长老 主云老 后来就是庙兰老而上 居士界就李秉兰老 居士比较有名 那所讲的 以现在来看呢 都是自立的 都是自立的 而且呢 不是很纯正的净土的 让人家对往生 是不定的 没有把握的 那个时候所知道的是 要往生 必须要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那个时候 传统的解释就禅定的一心不乱 要功夫准备 梦梦一煮之类的 那我想 此生不像今生度 更像儿生度此生 必须要今生 成就 现实圆满 也就是说必须 今生往生极乐世界 才可以的 那要一心不乱 那必须呢 离开团体 离开大众 因为那个时候 我也学过天台中 小指观 六庙门 等等 里面谈到 要进入禅定 必须远离红尘 蹲入深山 甚至呢 不看 不听到 世俗的 所以就像 这个大师请长假 到山里面 去专修 练佛 在那几眼 才遇到 散导大师的 著作 才展开了 我 专修 纯正的 净土教理 那么 几十年 如一致 一直到 现在 那么在座各位 在这几堂课当中 如果专心的听闻 甚至看我们的书 我们有出月刊 有出一套 净土重书 还有英国重书 还有净土重网站 大陆还有宏愿寺网站 请大家尽量利用时间 看 肯定 今生今世 必定圆满 学佛的目的 就是 自己他人 都能够了脱生死 轮回 广度众生 那么我们这一节 就先讲到 这里 谢谢大家 NAMO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